更有今天 释迦摩尼 世尊释迦摩尼 摩尼 寂寞与寂静意 名号里头有啊 如果你要是真懂佛法 你天父的名号 就知道佛教化的这个地区 一般众生大致上的状况 你就了解了 因为名号就是他教学的宗旨 这个宗旨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所教化众生来的 苏婆世界众生是将先前的 不是过去未来 先前众生 确少慈悲心 心不慈悲 心不清净 严重的染污 所以佛在这里叫以什么为宗旨呢 以慈悲 以清净 要叫正 他缺少正 这是最主要的 其他是其次的 所以放在佛的名号上 社交 社交 就是慈悲的意思 社交 反程中也 能忍 能够忍慈 摩尼呢 是清净 社交摩尼佛这一代 实教 最主要的 叫什么 就是叫仁慈 叫清净 我们想想 今天仁慈跟清净 能不能救这个社会 真能救啊 社发力就是这个东西啊 唐恩比波斯说 大臣 大臣就是这个 在佛名号当中啊 孔梦 孔表之人 孔越成人 孔表的是义 人义 父子之道 忠书而已 我们用仁义 忠书 能不能救这个社会 能不能救这个地球 在那 能 一点都不错 忠书啊 人这爱人 即所不欲 勿施于人 以仁存心 以义行事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寻礼 叫做义 不违 不违背 道理 这叫义 换句话 义是什么呢 和谦 和离 和法 我们中国人讲的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没有一样 不是如理如 和情 和法 这义 出离人 心要震 忠 就是心震 不疲 不邪 大公 无私 忠 书 今天一定要用书道 书是原谅别人 干什么坏事 都不要去 追究 饶恕他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受过教育 我们中国把伦理道德教育 丢掉两百年了 丢掉好多袋了 现在人 违背伦理道德 你能说他错吗 你要说他错 那你就不易了 不仁不易了 他自己不知道是错 他父母也不知道 再上去问他祖父母 还不知道 问他曾祖父母 大哥问高祖父母以上 才听说 有这么回事情 年半年至少八代 今天人犯什么样的过失 滔天大罪 都要原谅 为什么 要你怜悯心 没人叫他 人心本身 这老祖宗说的 佛说的更远嘛 人心就是佛 所以说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那是什么佛呢 是阿弥陀佛 我们看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 没看错 是真的不是假的 你们做三十七年 法本念的都很熟 三十七年 是元朝 中风禅思 他老人家汇集的 里面的开示 都是他老人家的法语 他在里面说过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此方即是净土 净土即是此方 七百年前人所说的 不是现在人家的 我们明白了 我们就知道自己怎么修 很得力 而且非常快速 知道这个佛号怎么念法 知道净土怎么修法 真正这个法门 最简最易 最简单最容易 又是急于急顿 成就之高 不可思议 现在维何一眼 一定不是不可觉的 想不能漂亮 ' 感谢观看